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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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来闹场子的吧 这是娘家人对她的一种祝福 祝福她到国家以后样样都能干 做什么事都是一把手 更奇怪的婚俗还在后面 接受了家人的泼水祝福 终于可以出门了 不过这些新娘的花轿怎么这么小啊 是吗 还有小的 我们那个老家这还要小 这还算是大轿子吧 我们这一台就很颠呢 你大了它在里面它就要滚动 都是这样 要让那个新娘惧怕这个做轿啊 以后他就第二次他不愿再第二次做花轿了 就是这个意思 新娘上了花轿 众人一边颠着花轿一边往回走 男方家颠新娘让她害怕再成亲 然而他们自己也遭遇了一些小情况 其实这些都是双方家长安排的 为的就是让两位新人能够更加珍惜对方 白头新娘 当哥老族的新娘不容易 但是黎族的小伙子要是娶到新娘更不容易 首先得学会的就是爬槟榔树 你怎么不摘槟榔下来呀 叫槟榔上来摘 让他上来摘啊 你啊 是啊 就是这个槟榔一定要你自己摘吗 是啊 让我先去 先去上去摘 在黎族的婚礼上 槟榔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食物 在送给新娘的拼礼中 也是不能没有槟榔 而这些槟榔都必须由新郎亲自上树斋 在以前不会上树的黎族男人 可是娶不到老婆的 不过这也不是最神奇的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啊 新郎迎亲竟然还要带着一个孩子 这难道是花童吗 是我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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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大了呀 好可爱 男孩女孩 有了小孩在办婚礼 这在黎族的寨子里很常见 有的夫妻甚至到孩子成年才不办婚礼 虽说是已经生活在一起 有了孩子 但婚礼的流程却一样都不能马虎 像迎亲要先过的就是孕妇这一关 那这样的话你是就是算你过关了吗 没有 还要把那两个椰子喝下去 来来来来 这月不惯的可不是酒 而是椰子 两大颗椰子放在那里 新郎即使喝不下去 也要硬着头皮往下喝 过了孕妇这一关 接下来呀 还有新娘的姐妹们 吃又苦又涩的羊桃 是为了考验新郎能不能吃苦 不过任凭新郎再努力 也抵不过女儿的力量大 女儿一句饿了要吃奶 新娘子果断就出来了 看来这抱着孩子去接亲 还真是省时又省力呀 带着孩子去迎亲 新郎确实不容易 不过如果遇到两个恋人 对上了牙 但是新娘的父母不同意 这可怎么办 他说怎么办 接下来 这就是生老病 就是生老病 这是老败的 这老败的 老败的 好广nat 不得盂晓 这些人是带着 带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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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带着孩子 你叫喊了妈 还不忍 给他们通事下来 早去觉得是南方请来的媒婆 之后的几天里 南方家里请了寨子里的几个媒婆 每天轮流地来姑娘家说亲 女方家吃了秤妥铁了心 就是不答应 这还真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而女孩的母亲 大晚上的更是锁门上扣 在家门口手上一叶 这可难住了小伙子 看来这是要逼她使出杀手锏了 这杀手锏是什么呢 小伙子似乎胸有成竹 这门亲事成不成 也就在这一招了 不过要等到晚上 才能见晓 爬上窗的一个小伙子 轻轻敲了一下窗 窗从里边打开 出来的居然是新郎的意中人 几个年轻人一点时间没有耽误 悄无声息的 很快就看不到身影了 而新娘的母亲 却还在门后傻傻守着 第二天一大早 李方家门口闹翻了天 男方家带着礼品上门道歉提亲 却被竹衣扔出了门外 偷新娘在当地并不罕见 只是没人想到自己家的姑娘会被人偷走 所以一时半会儿难免接受不了 但若男方家拿出足够的诚意 女方的父母最终会答应这门亲事 各式各样的迎亲我们见识了 接下来我们再见识一下更奇特的婚礼场面 瞧 这场四川大梁山的遗族婚礼 咱们可得擦亮了眼睛找新郎 迎亲的队伍出发了 客户队伍里居然没有新郎 您瞧瞧 这寒冬腊月的泼冷水 难道是因为新郎没来 新娘家生气了 其实泼的这水象征这圣洁之水 被泼到的人都意义着会吉祥如意 所以即使被泼也是甘之如意的 现在新娘梳妆好了 要出发去婆家了 此时新郎还是没有出现 到了婆家 由婆家人举行的婚礼仪式上 新郎依然没有出现 到了婚宴的时候了 我们依然没有见到新郎的踪影 婚宴结束之后 大家开始玩闹起来 新娘和一行众人 莫不作声地起身往娘家走了 我说新郎啊 你媳妇要回娘家了呀 你都不出来见见 但事实却是 这场婚礼本身就不用新郎出席 而即便他们行了正式婚礼 新娘大多数时间 仍旧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 直到新娘怀孕的时候 才正式搬进新郎家居住 婚礼上不见新郎够奇怪吧 其实还有更奇怪的 不信您看这场立宿族的婚礼 听说他们这儿有一个风俗 就是拿这个肉偷着给客人吃 今天我要试一下 我说编导你们这样玩 对于我们三天不许吃饭的新郎来说 真的好吗 这还不算什么 在新郎身上发生的事情 还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两个大男人怎么跪在一起拜堂了 而新郎竟然也和另一个小伙子拜了起来 这可真是长见识了 说了这么多 新郎小谷的新娘在哪呢 这新娘还真是不太好找 按照立宿族的习俗 婚礼这天 新娘的父母不能和接亲人见面 新娘还必须和伴娘们藏在山上 等着接亲的人来找才行 还是给娘家人塞点红包请求帮助吧 经娘家人的指引 接亲人终于来到了新娘藏身的树林 不过到了这里还是傻了眼 放眼望去 有好几波穿着新娘装的女人呢 这到底哪个是新娘啊 原来这些人都是伴娘 他们事先商量好 分批在山里装扮成新娘的样子 来考验接亲人 找不到的话就要发酒 这可真是不好猜呀 小伙子们只好一轮一轮的喝酒了 还真是为了抱得美人贵 云头转向也不亏呀 打开微信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奖品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吧 这各地民族的婚礼习俗够奇特的吧 虽然说奇特呀 但是呢这里面也蕴含了各民族的聪明智慧 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呢 其实像这样奇特的事儿啊 在大自然里面也不少 怎么说呢 人类面对一些很奇特的植物 也发明了一些奇特的利用之道 说来听听 跟你说说啊 比如这个剑血风猴树 听这个名 听吧 够可以了吧 人们就敢把他这个树皮啊 做成衣服 给穿到身上来 啊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太大了吧 这就剑血风猴啊 哎 不说了 不说了啊 赶紧看看 让我们先去陕西省安康市 兰高县的大山里看看 看你们要四个壮汉一起抬呀 啊 对 这有多大 这要是一米 一米二吧 今天有很多人要过来吃饭吗 啊 对对 多少人 大约有一百五十多人吧 大谷里煮的所有食材 几乎都是自给自足 只要付出辛苦 大山就会为人们提供一切 在这众多的食材当中 有一道菜的名字 有点吓人 鬼脑壳豆腐 什么 鬼脑壳豆腐 鬼脑壳 这鬼脑壳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闻一下味道 不能不能问 不能吗 不 到底很紧张 这个酸性很大 对 不能闻 不能摸 让我们所有人一度紧张起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答案马上揭晓 这个就是鬼脑壳 其中它也叫魔玉 啊 魔玉是吗 魔玉我吃过 对对对 魔玉干外形特殊 根筋丑陋 加之其生长形形特殊 并具有一定腐蚀性 所以也被民间称为 腰玉或鬼脑壳 这鬼脑壳听起来有些怪异 可是处理得法的话 做成美食 口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是紧接着又出现了问题 大姐我帮你约吧 那不行的 这个有水 不是性的 啊 这是弄到手上会痒的 我闻一下味道 不能不能问 不能闻 大姐很紧张 魔玉酸性大 经过减水调和之后才能使用 上锅整一个小时左右 切片再用清水淘灯几次 就变成了极具弹性的魔玉豆腐了 搭配些辣椒等配菜 或炒或煮都很美味 提起竹子 您会想到什么呢 鲜嫩的竹笋 圆滚滚的竹鼠 我们现在找的这种竹子 它的神奇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这生长着成片的毛竹 从外表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在哪呢 这颗试一下 它们俩的声音能听出来是有很明显的 听起来有异样不异样 特别不异样 听一下 有没有鸡鸡瓜老的声音 哎真的有 真的有 哇 有 有酒了 是不是酒的味道 要不要喝一点 好香 咱们这就是就地取材了 寄一个酒杯给你 谢谢 哇 这酒精灵剔透 这个颜色都很漂亮 来你尝一下 尝一下 我不太能喝酒 没关系 但是这么奇特的酒 一定要尝一口啊 是不是酒 是酒 但是吧 它不是特别的辣 喝在嘴里的时候感觉挺黏的 对对 然后是真的是有一股清香 毛竹是凉剧的 奇怪 这正在生长的竹子里怎么会有酒呢 真是意想不到 原来在毛竹幼年的时候 工作人员用特制的机器 把泡制好的药酒注入毛竹 经过两到五年的自然生长 酒水吸收了竹子里的营养 就可以取出来畅饮了 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竹子酒 看完了有酒的竹子 咱们来看一看一种有水的树 都是汉子 阳光太毒了 怎么样 吃了 有点瘦了 来前面我去请你喝水 请我喝水 去哪喝水 来 这边 这边 怎么喝法 太神奇了 有水吃出来 这谁能喝呀 我尝尝 这不就是树汁吗 淡淡的甜味 什么甜 淡淡的甜味 这真的是很神奇的植物 它这种树呢也称为叫救命树 生命树 这种多汁的热带植物叫做旅人椒 当地人习惯称作它们救命树 在丛林里遇到缺水的紧急情况时 只要在底部扎个孔 就可以流出堪比矿泉水的枝叶 一颗成熟的旅人椒所含的枝叶 甚至可以同时供十几个人饮用 不过在饮用之后要马上八孔堵起来 这样旅人椒才会继续生长 重新筑满植物 装酒装水的树我们都见识了 但是你见过能杀人于无形之中的树吗 这么恐怖的树 过去黎族同胞却拿他的树皮制作衣服 穿起来据说相当舒服 这个树皮 这个也是树皮 这看着像棉的嘛 这能做衣服的树 却有一个相当恐怖的名字 叫见血风猴树 从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厉害 有伤发有流血 一沾到它那个汁 马上就 五分钟之内走人 没有救 毒性那么大 它到底长什么样 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我们决定去一探究竟 这个摸有事吗 只要没有伤口就可以摸 但是要确定没有伤口 树皮都不行 树皮也不行 你没有伤口 没有伤口 还有就是它的叶子是有毒的 叶子有毒的 它的叶子就是拿回去烧火 那个一烟熏的眼睛 可以导致永久性失明的 它穿这个衣服不会有毒吗 这个衣服的话必须要经过锤打 还要红制 还要再晒干 还在水面浸泡 那为什么一定要挑这种有毒的树 拿皮的树皮不行 就是它这种树皮的话 穿上去的话就是不会有蚊虫 敢靠近你 像蛇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梨族原来祖先生活在山里面 对 用这种有毒的树的树皮 做成衣服的话 在山里面走 对 就不会有蛇敢靠近你 对对对 如此恐怖的树 现在也不多见了 见血蜂猴树 目前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不能随便取树皮 而且会做树皮的人 也几乎没有了 俗话说得好 人挪活 树挪死 下面让您见识的这个植物 却偏偏像人长了腿脚一样 会跑 够神奇吧 老人说它会跑 确实会跑 今年在这边 明年在那边出 村民描述的这种神奇的会跑的植物 叫鸡棕 是一种菌蕾 因为这种菌蕾会移动 所以一般人根本发现不了它们的踪影 不过鸡棕做成菜 确实难得的美味 为了找到它 有人费尽周折 专门绘制了鸡棕地图 但是依然不好找 眼看着找了一种又一种菌类 却都不是鸡棕 难道这鸡棕真的会跑能躲开人吗 正当我们感叹运气不佳时 事情却有了新的转机 没想到传说中会跑的鸡棕 这样和我们邂逅 它的外表看起来和普通的菌类 并无多大区别 村民又告诉我们 鸡棕还有更神奇的能力 就是告密 这鸡棕听起来很神奇 其实都是可以用科学的道理解释清楚 鸡棕的生存环境 必须有白蚁窝坐在体 白蚁移动了 所以它也就跟着跑了 打雷才出 是因为跟雨水有关系 下雨潮湿了 鸡棕才能萌发 至于它的脑袋 会做箭头出卖同伴 我们就当它是真的在卖萌吧 鸡棕会对人卖萌 我们便到确听说 有一种植物会让人吐血 前去寻找的它 遇见了一位奇人 它在用波罗蜜钓鱼 这鱼能上钩吗 导主 这波罗蜜能吃吗 不能 不能 这是我钓鱼鱼 你想去 我的波罗蜜里面有 你去去去砍吧 这能钓上来吗 可以 你看吧 让我们很快一条 很快钓上来 对对对 我看到那个洞了洞 哇 这么大一条啊 好快啊 一刹子钓到了 这什么鱼啊 这个苍蝇 苍蝇啊 没想到 这波罗蜜 竟然真能钓上鱼来 波罗蜜是热带水果 如今在北方的超市里 也能买得到 可是并没有听说 谁吃了以后 会像吐血一样啊 可那奇人说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难不成 这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波罗蜜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哇 好扎手啊 完了完了完了 我只顾着找大个的了 忘了还得把它抬过去呢 哎 有办法了 哇 怎么样 我这方法还不错吧 编导孙希看的这个 起码也得五十斤左右 也难怪他只能想出 这么个好办法了 哎 据说啊 吃了这爱情果啊 会吐血 是不是累吐血了呀 这波罗蜜 也太大个儿了 哎 事实证明 这波罗蜜虽然好吃 但并不能吐血 我们便到再一次 踏上寻找之旅 是这样的 我在来之前啊 听说我们这儿呢 有一种爱情果 说呢 吃了它之后呢 会像吐血一样 有这种果子吗 有啊 这满树的 冰朗都是啊 吃冰朗能吐血 看我们编导 吃着也没有啊 这是真的吗 答案马上就叫 哦 那海蟹了是 螺粉跟那个烙月 把它水泡起来 对 对 就这样子 等下不要动了 有点辣的点 味道是不一样 对呀 好辣啊 对 是不是有点头晕 好热啊 像我这样子 啊真的 你的这个 确实是像兔姐一样 你看看这冰朗 嚼过以后 满嘴都是红彤彤的 还真是像兔姐一样 而我们编导 只是小小尝试了一下 血倒是没吐出来 先把自己吃晕了 喝完酒 打开微信 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奖品 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 福远 甜菜 你先想去想吃的啥 给我们来个 滚脑口 滚脑口 这个 没有 这个可以 这个真没有 你要非要吃这个鬼脑壳 从这儿啪啪啪往下走十八层 到这儿找领班 领班叫阎王爷 他这儿有 你说啥啊你啊 你什么 你自己真没有啊 你看 鬼脑壳 你是扯动扯进的 怎么可能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你看这不是什么 人家这写着魔芋 这没写鬼脑壳啊 魔芋里是鬼脑壳 鬼脑壳就是魔芋啊 一看就没好好看节目 没办法看 你这不是 那你 二位 你再看别的 再点点别的吧 算算算 你带鱼吗 我点掉鱼 鱼 卖完了 这个 真没有 真没有啊 没有 快来看看 嫩江边上的渔民们 他们可是遇上了 难得一见的大红网 此时的冰面上 已经沸腾起来 可就是 在拽最后一件 渔网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今天的鱼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把网撑得满满的 无法从出网口拽出来 这网万一是坏了 眼看这到手的鱼儿 全都跑了 那大家得是什么心情啊 这时候 只能安排人 慢慢扩大出网口 几个人从网都离 往外捞鱼 其他人就往外 一点点的拽网 今天这是叫红网 丰收了 大概只有多少鸡呢 一万多鸡 一万多鸡 这一万多鸡 叫卖的话 估计都卖多少钱 那十多鸡 看了白天的大场面捕鱼 再来看看晚上 人们是怎么捕鱼的吧 这一个灯泡有多少碗 一千 一千碗 一千碗 那你这 这有多少个 多少简单 八十 八十个 那那时候全部要打开吗 对 今天的捕鱼 重要角色 是这些大灯泡 有了它就可以 请鱼入网 你能想到 它们要怎么请吗 我现在看到好多鱼 就是往这个船的这个部位靠近 你多长时间才能下网 一个小时 为什么要等一个小时啊 等到人 人多一点 那个鱼 靠进来了 八十个一千瓦的超级大灯泡 把附近海面照亮了 两部发电机 也发出很大的噪声 这么大的噪声 还不把鱼全吓跑了 这种担心 似乎有点多鱼 这样是为了把鱼吸引到船边 鱼民们有着丰富的经验 吹哨下网 然后两灯收网 从下网到收网 整个过程大约一个多小时 马上就要开始收网了 最精彩的时刻啊 我心里也很激动 你看灯慢慢的亮起来了 一盏两盏 现在亮了五盏了 等到那个灯全亮 基本上亮全的时候 就开始收网的时刻了 这一夜 渔民们共收了八网 最多的一网打上来 足足上千斤的鱼 凌晨过后的每一网鱼 都有七八百斤 在大海上用灯又补 如果不新奇的话 接下来用草补鱼 您见识过吗 在云南腾冲 就有这样一片特殊的湿地 这里的人们 用这些湿地上的草牌 就可以补鱼 这是怎么一个做法呢 这个草我听你们说的意思是 浮到水面上的 是的 都是漂浮在水上的 那我们采是不会沉下去吗 不会沉的 它肥有很大 草根互相抠连筋 那我们现在就得下去 这草不扎脚吗 不扎脚 转转的 走 据说这草牌需要几十万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才会形成 就像海绵一样 对 像海绵一样 它这样一踩 它就会晃 你看一踩着 它已经变得晃动 然后我们去找尺导的洞 不用挖吗 不用挖 手又能找 这也看不到鱼 不用看到 这鱼呢 它就在这草下面 这草它是飘着的嘛 我们去找一个排洞吧 我们这叫牌洞 牌洞 对 一起来 这边有这一个吧 看这个水波浪会飘起来 马上一夜就起来了 这样是比较好抓的是不是 对 就是鱼都塌在草里面 草下面 我们从四周走过来 然后到这把水 把这湿的鱼采下去 这水一冒上来 它就一定跟着冒 跟它上来了 这还真是稀奇 事实证明 这草牌上可不单单只能捉到鱼 你看有时候会发现到泥鳩呢 黄鳝 那我看这个黄鳝了 对 这是黄鳝 这是一把弓箭 它的威力有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两个木瓜都可以轻松射穿 如果你以为它只是用来射木瓜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的黎祖同胞将用它来射鱼 他们真的能做到吗 我准备出汤了 我现在 我的脚感觉已经冻着冰凉冰凉的了 尽管泡在冰冷的溪水里不好受 但第一次这样还是让编导十分兴奋 然而战果如何呢 用弓箭在水底射鱼 怎么听起来都是不大可能的事 还是看看当地小伙子的表现吧 那速度让我们摄像完全猝不及防 这是十鳞鱼吗 这么快就上个 第二个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离宿同胞在河底攻剑射鱼 生活在海边的渔民 则练就了一身插字捕鱼的本领 不幸银桥 海边的渔民可以用叉子捕鱼 生活在芦苇丛边的人们也不甘示弱 居然用芦苇也可以捕到鱼 鹰桥已经开始了 就把这个银子拴在这里 把这个银子拴在里面 这样子拴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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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银子拴断往后看一下 等于现在这就是一个鱼竿了 这就是鱼饵 你看 这应该说是最天然的鱼竿了 又抓一条 卢伟佳挑战灵敏的校园 我们编导决定牵手试试 上来一条 上来一条 看 这条 这条 这条是要走架上来的 对 能看清楚了吗 这条 看来还真短用 不费不劳动人民的制度 真不费 打开微信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奖品等你拿 赶紧摇起来 哎呀 这也太奇葩了 这弓箭都能射到鱼 要让他们去参加奥运会 那个个都得得冠军 哎呀我跟你说啊 这个奇葩不奇葩还不重要啊 只要能够捕到鱼 这就是个好猎手 哎呀我觉得呀 这简直就是对鱼饵们智商的公然践踏 这这卢尾箭都能钓到鱼 真的是太奇葩了 所以说世间万物妙不可言啊 嘘 相信您很少见到如此火爆的场面 好几个成年男子想要抓住这几头小猪 还真是不容易 原因是这几头小猪可不是普通的猪 而是本次运动会的运动员 他们可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这是什么品种的猪啊 这个是荣昌猪 荣昌猪啊 对重庆的那边 眼睛很像熊猫啊 对对对地方品种嘛 四川的那个熊猫长的熊猫眼睛 小猪也长个熊猫眼 对对对 一生哨想猪宝宝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为了让这些小猪跑直线 我们的训练员还要借助锣骨驱赶 那么究竟小猪奔跑的速度有多快呢 我们的编导决定和猪赛跑到底谁能赢 这里哪一只跑的最快 这一头吧 除了小野猪之外呢 那就黑猪了 我跟那个小猪比一比啊 看我来跑的最快 行行行 没问题 咋头选哪只 野猪吧 啊 不够用 他才用了五长的力气就把我跑赢了是吗 对对对 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也很棒 我也很棒 对 都夸赶成猪了 你是在夸我吗 对啊 确实在夸你 真想不到我们编导会输给小猪 以前我们说人笨 会说他笨成猪了 说一个人懒 也是说懒成猪了 怎么样 今天的比赛让你有改观了吧 这猪要是撒开了跑 人还真是跑不过它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 鸟皇后是一位漂亮的姑娘 接下来我们编导就要考验 她手下的这只金刚鸣母了 神秘的就是魔术 变魔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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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给我们变一个 可以吗 来个人姐 来 好 这不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人变那叫什么三星规动 三星规动 对 来晃 晃 先开始把碗子打到春序 慢慢打 慢慢打 对 你感觉是什么没有的三个碗 对 随便拿一个碗 随便拿一个碗 对 好的 打乱 打乱 我现在我看不见 我让她看 你没关系 我挡住她行吗 挡住她也可以的 随便你放 我打乱你都算去 我自己都不知道 放在哪只碗里了 随便你放 好的 那就一次抬开了 抬开了 抬开了点的顺序 打开 这样放远一点行吗 对 随便放 开一点也行 没什么记号吧 没什么记号 一模一样的 她真的能猜中啊 来看一下 我先猜猜在哪只碗里啊 我都不知道 嗯 过去了 她看了 她选中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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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在这只碗里 我需要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我们变到不服气 于是加大了难度 好 再来一个 还有一碗 天哪 把球拿出来 把球去哪儿啊 好 这个碗里 好 随便 快去 我要再试一下 她要选一下 是吗 是吗 哈哈 天哪 不可思议是怎么猜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 我们的编导自己都忘记 把球藏在哪儿了 这只鹦鹉 却依然准确地找了出来 我说编导 你好像还是输了呀 鸟皇后告诉我们 鸟儿们其实都很聪明 人类有时候 还真比不过它们 人类更多 用眼睛和大脑来判断 但它们比我们的嗅觉灵敏 有时候 这嗅觉更加的直观 所以输给它们 也实属正常 哇 看似平常的动物 经过训练之后 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力 这真让我们大掌见识 噓 不过也跟钢丝 没有保险绳 人类能在上面 突破出什么样的极限 看看这位大哥 在钢丝上如铃波微步 险中有吻 洞中有静 冷静的头脑 高超的记忆 以及对平衡的驾驭 都体现了它不凡功力 看来还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 怎么样 你惊呆了吗 接下来咱们先来见识一下 人类的肚皮能达到什么样的极限 对对对 然后我们从侧面看这个 师傅的皮肤啊 跟这个碗 一点这个间隙都没有 非常非常的紧是吧 那现在您的意思是 我们拼命拔它 一口碗放在肚皮上 能被拿下来吗 我非要把它拔下来 我觉得这个碗 跟长在它身上一样 太难了 其实我真的早上吃了挺多的 但是现在面对这个碗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恒要不你试试好不好 我试试一下 看他的腿都离地了 他脚都离地了 刚才 我现在感觉像在头里头一样 大家看到了 有一个词叫大雁展翅是不是 大雁展翅 我们使劲了浑身解数 碗依然纹丝不动 这真是让人钦佩的肚皮啊 这边有点紫是不是 对 然后这边上肉是红的 就相当你的这个皮肤肉 全都贴在这块了是不是 对 是这个原理 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摩擦 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 全给挡上了 然后没有一点空气 没有 就是说您的肚子要鼓得最大 然后让这个皮 最大限度地贴到这个碗上面 这样的话 他们基本上就非常贴合了 是吧 对对对 看您好 嘘 一块普通的铁疙瘩 经过前锤百炼 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价值 就拿这把刀来说 你猜猜 能值多少钱 一把刀二十多万 一把刀二十多万 即便如此之贵 还是有人从世界各地 裸一不绝地敢来求刀 这刀到底好在哪儿 还是得用事实说话 听说只要十条毛巾 就能说明一切问题 十条毛巾 一口气 就能把刀全斩掉 一瞬间就听到了 蹭了一声 所有的毛巾 现在都断成两截了 变二十截了 变二十截了 现在是二十截 十条毛巾 得放在刀刃上 轻松一挥 全部斩断 足以可见 这刀的锋利度 他们告诉我 刀刃是非常锋利的 手轻轻的一擦的话 就会很深的口子 为了我的安全 都不让我碰他 我也来试一下刀 你要小心 刀要 刀要 你放心 毛巾飞出去 刀不会飞到刀 就往下刀 人家甩起来 刀肌是满天散开 而我们编刀甩起来之后 毛巾是扎扎实实的 拍在了地上 看来这宝刀 也得有人会用 一把刀这二十多万 我们再看看 这海里最贵的东西 您觉得 它能贵成什么样 这个大概现在值多少钱 这个大概是 现在值八十万美元 这个最贵的时间的话 一斤卖到一百二十万 稀修的一斤是 卖到最贵的话 一百四十八万一斤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贵 答案马上减小 不知道您看明白了没有 这百万元的宝贝 竟然就是鱼肚子里的鱼镖 鱼镖又称为花椒 并不是所有的花椒都值钱 必须是来自大鱼或名贵的鱼 开头我们看见的 哪个价值百万的花椒 就取自南美洲的金钱鸣 可是这花椒 到底为啥这么贵呢 那么鱼镖呢 都有那个 止血啊 补血啊 任惠啊 止磕啊 这些功效 据本草纲目记载 花椒含丰富的蛋白质及胶质 具滋阴养颜不慎的功效 身体虚弱的人吃它最好 除了这些药用功能 在一些爱好收藏各种花椒的人眼中 它自然也就更加金贵了 打开微信摇一摇 乡村大集合奖品等你拿 赶快摇起来吧 你们俩看好了 这干嘛呢 吃饭的一根筷子 三个碗 然后呢三个碗里边 一个碗里边一个球 就这就可以把你俩赢得心服走 吹牛吧这个 我跟你讲度元 这个游戏叫三仙归洞 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 一个民间杂耍的一个手艺 我最佩服的是这个无桥的鬼手 叫王宝和 王宝和叫什么 鬼手 你猜我叫什么 鬼脑蛇 你叫什么 我叫鬼爪 我比王宝和的速度还快 这鬼皮子吧 你俩看好了 眼睛瞪大了别眨眼 这里一个球 这里一个球 好 你们来猜这个碗里边 有几个球 这个碗里面 对 没有 找你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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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过去 这几个球 一个球 答对了 彻底塞了 就你去两下子 今天我怎么栽他俩手里了呢 他俩就跟孪生的双胞胎似的判断的如此一致 如此默契 我跟你说 这只能说明你的技术太假了 这就去云南的双胞胎节去试试 他们来自印度 他们来自老窝 他们是印度的龙凤胎 他们是缅甸的三胞胎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有着不同的肤色 相同的是 他们好像都有分身 这还真是让人羡慕 要说这双胞胎在人群中的自然发生率 约为千分之一 而在墨江 寨子里有十个新生儿就有一对双胞胎 也而墨江也被誉为双胞胎之乡 想生双胞胎吗 去墨江试试吧 说起各地的节日 那还有不少有趣的 比如三月初三 是离族的情人节 而其中有一项活动 还真是让人无法和情人节联想在一起 第一次尝试猪肝舞 我们编导可以说是逃过去的 当地人说跳猪肝舞可要注意 一不小心就会被猪肝夹肿了脚 男男女女跳跳猪肝舞 在情人节里倒也说得过去 那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吗 在以前正是男人们的比赛 赢得冠军的大令士就会得到美女们的青睐 而现在美女们也毫不示弱的参与进来 我们编导自认为力气还算挺大 也主动要求出展 结果吗 阿姨力气太大了 我觉得我撑了好久 我还没有呢 就躲在那里啊 我还没有呢 就躲在那里啊 我还没有呢 这情人节不应该是恋爱男女互诉钟情花钱月下吗 这里的情人节怎么过成了这样 其实未婚年轻男女是要通过这些活动来寻找自己的意中人的 这离族的情人节还真是卖力又勤劳 离族的情人节欣赏完了 再来看看每年农历二月初一 哥老族的净雀节有多神奇吧 一块大石头 看起来起码一百多斤 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 石头的中间绑上一根木棍 要立在碗底不倒 真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们的编导尝试了多次 差点砸到自己 石头都摔碎了 仍然没有做到 三百多斤 我们大石了 这石头是摇摩的呀 石头定住了 更神奇的还在后面 这是过去成米的斗 一斗米大约五十斤 这是一根平时称重量的秤杆 把秤杆插进米里 能把米提起来吗 我们编导试了几次 都是以失败告终 如此神奇 让我们编导也忍不住琢磨了起来 您别说还真让它琢磨了出来 这个底下大 这个上面小 它的米通过这样摇晃 你看 它就紧了 现在猫差就大了 它就紧了 它紧了以后 你用力一插进去 在过去 这些活动是神圣的 人们认为 秤杆能提起米来 那就代表来年一定会五股丰登 和哥老族精确结尚的神奇不同 带族新年则处处充满着神圣 寺庙里僧侣们 把一尊尊佛像从大殿里请出来 这边水顺着管子 喷洒到佛像上 洗去一年落下的尘土 人们接下玉佛后 淌出的水来擦洗自己 用玉佛的水擦洗脸颊和额头 带家人认为这样就沾了佛祖的福气 可以保佑自己新的一年 无病无灾 如果你以为只是这样就结束了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此时的街头巷尾已经成为了水的战场 编导独自走在街头 显然成了最好的靶子 再来看看广场上吧 新年正式来到 广场上原本坐着的人们 一瞬间全部站起身 向周围的人泼起水来 温柔点的拿树叶沾着水 洒到别人的脖子上 而疯狂的就是这样 带族同胞崇拜水 水对于他们来说 是吉祥美好的象征 因此他们泼给你的不是水 是吉祥美好 广场中央瓦族同胞 跳起了欢快奔放的木鼓舞和甩发舞 舞蹈过后 一切答案自然揭晓 你没看错 他们是在打泥巴大战 有的直接乘上满满一碗泥巴 从头到尾把你交个遍 还有的直接占据一桶泥巴 四处泼洒 连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也多次惨遭泥巴袭击 其实狂欢用的并不是真的泥巴 而是用一种植物泥 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狂欢还真是酣畅淋漓 这种自虐性的模拟黑体验完了 再给您看一个更刺激的 听着这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再看看这个被炮火围攻的狮子 让我们不禁为武士人的安全担忧 可是乔他们漫不经心的样子 却似乎并不害怕 悠然之态仿佛在告诉周围的人 尽管炸好了 仍抱住的人们更是毫不留情 不断地将密集的炮火投向狮子 眼见着一头漂亮的狮子 慢慢变黑 地上的鞭炮屑也越激越厚 可是人群似乎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看这一地的鞭炮碎屑 我想这个可以看出这个攻击的势头 你好 让我看看你的衣服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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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受伤吗 没有 没有 这个鱼鹰未了 我看狮子都已经炸成这样子了 你人没事 没事 没事 这项民宿活动 是德庆县由来已久的传统项目 叫做炮仗攻狮子 是德庆人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有人专门出钱请人来炸 人们将炮竹不断投向舞动的狮子 直到将一只崭新的狮子炸掉 而且是炸得越厉害越好 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驱邪避鬼 象征着来年大吉大利 好嫩 好甜的 我没有放糖 但是很甜 那个豆香味很浓 豆腐除了用来吃 还可以做什么 祠堂里 人们在严肃地进行着一个仪式 下一秒过后 我以为我躲在那个石头里 就能逃过一跌 结果发现这是个重灾区 这画风扭转的如此之大 不得不让人感叹世界变化太快 而这里人们对于豆腐的玩法 只有四个字可以评价 脑洞大开 若您还觉得不过瘾 那就来看这个吧 5 4 3 2 1 这充气大涌池里装的可是冒着热气的牛奶豆腐 这既有竞技性又具观赏性 在游戏的过程中还能够保养皮肤 也算是一举多得了 而这豆腐狂欢节其实是当地的天丁节 当地百姓谁家生了男娃 就要合伙出钱出力做豆腐 用豆腐祭拜祖先 要请全村人吃豆腐 用豆腐狂欢 豆腐谐音都服 意味着大家都有福 让迪帕的节日够刺激吧 节日够刺激 节目也够刺激 我再给你自己一下 好久 还有最后一季 老虎不玩笑 好了好了 雨龙 我今天这德行可真手大 我给你讲 陆宇 久不久一点关系都没有 咱们只要开心就好 大过节的我们不就是图个血腥 图个热闹吗 说的没错 观众朋友们 连续六天的乡村大集合节目 带您穿越各地乡村大开眼界 没错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土里长的 万物皆奇葩 乡村快乐多 六天的节目 不仅让我们长了见识 更多的是感受到了 我们美丽乡村的巨大魅力 集合乡村奇妙事 快快乐乐 各十一 乡村奇人奇事 大千世界 乡村大集合 我们明年十一再见 长 只有新娘 不见了新老 不是 我们可以帮忙吗 夫妻对吧 那个呢 不太生气了 有水资助啊 啊 真是甜 他才用了五层的力气 就给我跑赢了是吗 对 你也很棒 我也很棒 对 都快赶上去了 一天过来了 快救我 我们抢不到水 就在家给人了水 是人的 不要浇着了